是沒有可能的 沒有可能直落 他給了 又有咪道 又有選秀 美女 好 每個DV回來了 Darrett這次說有些模型作品介紹 今天有兩件是嗎? 沒錯 那先介紹第一件吧 這個就是Bandai Spirit的 Hobby事業部北行 這個叫Figure Rise Standard Ampified 這個月餅在哪裏 還有一條邊 這是什麼作品 這就是《蘇馬伯龍》第三部 《純獸之王》中的主角 和基爾獸合體之後成為的究極蘇馬修 就是這個紅年劇士 你不是輸了 對 我不認識的 為何你會敗 是 因為當年我有買它的 部分的《蘇馬伯龍》 其實是可以變形的 因為當年的系統 這個也是可以變形的 所以我是買了一些變形 換句意識這個《紅年騎士》 它這個是《紅年騎士》 第三部動畫 《純獸獅之王》中 是啦 我剛才讀過書 你讀過了 好 好 現在就看製作過程 故事我們不懂就不說了 好 Dimmy你先說製作過程 先說製作過程 首先它開盒的時候 都是有這個 轉 可以看到 原先 原先原祖是銀色底 嗯 都有這個淺金色的塗裝 那些模型件 這個我就 都採用了 珍珠色 但是在珍珠色那裏 我就加重了少少的紫色 所以大家會在塗裝上面 大部份的位置都會看到 呃 反棄了一種紫色的效果出來 珍珠紫色 很成功的效果 對 因為我之前就做過 這 什麼叫什麼 《紅豐紫魔裝》 對 那個就是用了珍珠色的 但是如果再用了珍珠色 我就想有少許變化 所以就在紫色那裏加重了少少 對 那我原本 其實坊間也很多是做了這個 電鍍銀色的 是 但是對上那一隻 我 對上你做了兩隻 一隻是珍珠色 一隻是電鍍色 對上那隻是風之魔神 那我就 是電鍍色 所以這次 紅蓮騎士 其實我很喜歡珍珠色 那就叫阿Bee 幫我做一個珍珠色 是 是不是又是一碗麵 哦 差不多 可能麵大了少少 加底 對 紅色那些不是透明件 是透明件 是透明件 所以這個模型 是陷了透明件 你看到盾牌的位置 全部都是採用了透明件 對 這些 矛的位置 肩膀的位置 對 因為這個珍珠色 我本身的底部 打了銀色底部 我這次就沒有用白色 所以 它的銀色的感覺重很多 另外 金色 我這次就用了少少磨砂金 沒有用到令金的 因為我覺得 如果用到令金 就好像很搶 所以 另外 透明件 和它本身的紅色件 都會有上光柚 所以 原裝出來的膠件 就亮很多 對 這個模型特點 就是盾牌可以打開 對 沒錯 它是可以 然後 再拉開 拉開 就是火焰形狀 在後面顯示出來了 非常華麗 而芝麻本身 是可以合起來的 現在已經打開了 承認了打開的狀態 哎呀 哎呀 好 這隻有個 缺點呢 就是 因為它的袍 有一定的重量 但是它已經用了 膠片去做 是啊 減輕了也有重量 是啊 但是 很奇怪的這隻東西 那個腳掌 都挺大的 但是 都 有少少 技巧才可以站得好穩 捉烏中前 沒錯 那麼 它的 活動性 都是 基本 基本 看一看 很特別的 背部 那個 披風設計 印刷的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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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模型 這樣 那麼這個做法挺有趣的 它 都很漂亮的 但又很輕 可以幫助你擺姿勢 沒錯 它也有成本 這是很聰明的做法 那麼如果數碼暴龍之中 你是不是只喜歡這隻 奧米加獸 哦 但是很多人組裝 但是 有一隻又是 有一個 更厲害的奧米加獸 也是用這個 類似這個背部的膠片 你現在會出門 所以我已經預定你了 哈哈 好的 好了 幾百元 抵玩吧 這隻真的很漂亮 這隻真的組裝出來 幾百元 二二百 幾三百左右 是啊 如果日圓就是四九五零 五千元 五千元 也沒有 所以 這個 帶有幻彩紫色的 真紫色 很厲害的 因為它其實 你這樣掃描 一部分 這隻都挺漂亮的 哦 本身這隻顏色都還好 沒錯 雖然我剛剛聽說了 你這個透明紅色有沒有上透明色的 沒有的 就這樣光有 哦 就這樣光有 因為它原裝已經很漂亮 這隻是紅色的 所以我就這樣用光有蒜 我不想再加透明紅 好 好了 這一集說到這裡了 待會再有門嗎 有 有 先把另一個門 好 待會再見 好 下一個 好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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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